不只是十多個課 很多人去看一些課 為何有些左腦的右腦 然後想回聯想力 想回自己的邏輯思維 創意聯想和邏輯思維 通常是相對的 有些人有一個邏輯 例如做律師 會計師 通常他的邏輯分析能力 是要強一點的 如果邏輯思維 他是左腦 他多數是左腦 如果是創意的人 就是什麼 就是右腦